Hello 大家好 我是程文明医师 社护腺癌是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 罹患癌症之后 除了要好好来配合医生的治疗之外 病人也常常会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些什么 来减少癌症的复发 增加自己痊愈的机会 但是往往问医生 也没有办法得到很明确的答案 而自己上网查 查来查去 查到资料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程医师听到大家的心声咯 所以特别来拍这支影片 来跟各位社护腺癌的患者朋友们来做分享 如果说你是担心社护腺癌的朋友 也要仔细看这支影片 虽然陈医师知道这样的影片 观看的次数一定不会太多 但是至少可以帮助到需要的人 这样我就觉得很值得了 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给需要的长辈朋友 有不少的临床研究都显示 社护腺癌患者适当的改变生活方式 的确能够增加这些癌症患者 接受西医治疗的效果 减少复发增加痊愈的机会 接下来陈医师就要来好好的告诉大家 应该做到哪些事情 首先第一个是压力的环节 慢性的压力已经被发现 跟许多的癌症的发展有关系了 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陈医师会再跟大家解释这个部分 简单来说 慢性压力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 以及下四秋脑下垂体肾上腺轴的活化 抑制了针对癌症的免疫反应 减少这个癌症细胞的凋亡 同时还会促进这个肿瘤的血管生成 促进了发炎反应 最后就会导致了癌症的转移跟侵袭 而且癌症的诊断 本身就会增加病人的压力水平 进一步加剧疾病的进展 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某某人 因为得知自己得了癌症之后大受打击 很快就杀手人缓了 这也是不无道理的 因此对于罹患癌症的牵友 我们要给予更多的支持与鼓励 并且可以采取一些缓解压力的方式 比如说有一项早期的临床研究 他就找了14位摄护线癌的患者 请他们接受6个月的正面压力减轻的治疗 结果发现了与开始这个正面减压之前相比 患者一旦开始接受这个正面减压之后 摄护线癌的癌症指数就是PSA的数值 与倍增的时间都有显著的降低 另外运动也可以有助于摄护线癌患者的存活 运动帮助到摄护线癌从两个面向提起 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它可以缓解压力 运动改善心理健康的分子机制可能跟中 这个增加中枢神经系统里面的这个血清素 内皮生长因子 类胰岛素的生长因子 以及脑原性的神经营养因子有关系 那研究就显示啊 在摄护线癌诊断三年之内呢 那些每周啊 中等运动啊超过150分钟 或是剧烈运动75分钟的人呢 他的这个摄护线癌的生活品质是比较好的 那其他呢 由于心理健康的运动呢 就包含了每周三次的阻力训练 那就是所谓的重量训练啦 或是呢 每周四次啊 这个结合团体或是个人的这个训练课程 受监督的高强度间歇运动计划 或是每周两次呢 去打一些球类 或是每周五天呢 有中度的这个体育活动呢 都在研究当中的显示 可以增加摄护线癌患者的心理健康 那运动呢 除了可以缓解压力呢 那第二个呢 运动可以藉由减少肥胖 增加肌肉量 那这样的状况呢 也被报告说呢 可以增加摄护线癌患者的存活率 目前呢 有六个研究呢 运动对于摄护线癌患者的影响 结果呢 都是正面的结果啊 其中呢 最有名的研究呢 就是他找了52位早期摄护线癌患者呢 在追踪的过程当中呢 请他们每个礼拜呢 都要做三次的这个高强度的间歇运动 然后总共呢 接受要12周 结果发现啦 这些病人的摄护线的癌症指数 PSA 数值会比较低 上升的速度也会比较慢 甚至呢 把他们的血液拿去体外 培养这个摄护线癌细胞 结果会发现啦 这些细胞反而比较不会长 就证实啦 其实啊 这个运动的的确可以降低 我们这个摄护线癌的进展 另外也有许多研究都想要了解 单纯的补充特地的饮食 有没有办法改善摄护线癌的病情 不过呢 这个研究啊 虽然很多 但是呢 目前还没有定论 研究的这个食物呢 包含像是茄红素 大豆义黄桶 绿茶 石榴等等的 这些研究啊 都是有的说有效 有的说没效 目前呢 都还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定论 但是呢 刚才讲了这么多 但是把上述这三个呢 结合起来 就是把饮食运动跟减压 这个结合起来之后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protocol 叫做ornish protocol呢 就有不少的研究显示啊 它的确可以减缓 这个摄护线癌的进展 因此呢 陈医师要特别在这里呢 介绍给大家 这个计划呢 是以水果 蔬菜 全穀物 豆类 跟大豆的产品呢 来为主的一个饮食习惯 那那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呢 要尽量的减少 吃房的热量呢 要占总热量的大概10% 而且呢 每天要补充两克的维他命C 每天呢 要吃一份豆腐 然后呢 再加上58克的这个强化的大豆蛋白粉饮料 每天呢 要吃400国际单位的维胜素E 每天呢 还有三克的鱼油 以及每天呢 200维克的C 除了饮食之外呢 这个计划呢 还要求患者啊 每天要至少进行60分钟的瑜伽 或是渐进性的放松 呼吸 或是冥想的方式 来缓解压力 而且呢 一个礼拜要6天哦 每天要散步30分钟 那研究就会发现啊 遵循这个ONISH的 这个Protocol 这样的生活方式的病人啊 他的癌症指数一样 不升反降 而且呢 跟这刚才陈医师提到的 这个一个类似的研究一样 把他们血液拿去培养 摄护腺癌的细胞呢 对于赵祖比较起来呢 摄护腺癌细胞的生长啊 慢了八倍之多耶 而且啊 这样的效果 跟你越严格遵守 这样的生活方式啊 效果就会越好 不过啊 基本原则啊 减少你的体脂肪 改善你的饮食 增加你的体育活动 是可以降低 摄护腺癌的风险哦 并且呢 可以改善你的心理健康 然后呢 让你的这个癌症的进展呢 变慢下来 这样的证据率呢 是充足的 尤其是啊 你进行的是一些 中度跟高度的 这个体育活动 因此陈医师在这里 建议大家 如果说你已经 不幸是个 摄护腺癌的患者了 不要担心 好好的遵守 妙科医师给你的治疗 并且呢 试图来改善 自己的生活方式 来增加自己的存活率 为自己做一些事情 如果说呢 你是有家族史的病人呢 那也不用太担心 从现在开始 好好的改善 你的生活习惯 也有机会 不见得一定会变成病人的 那如果说呢 你是一个很担心 癌症的病人呢 也请你呢 就从日常生活做起 让呢 你自己呢 就可以免于癌症的恐惧 我是陈尔明医师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